好 好 好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遙遠後方的攝影機 謝謝 耶 那剛剛有人問我說 國務劍館有沒有遇到什麼去世 我說我沒遇到因為那時候我還年輕 他有遇到講公去世 對不對 對 我可能是 對 我是 我是 我是錯過的 對 對 嚴肅一點 對 援手掛了你還笑成這樣 對 以前聽到 薛董龍講說要立正 對 結了 結了 喔那沒問題 對 崇哥你這個來國務劍館有演出過嗎 有啊有啊 舞台劇 我幾乎大概的團都有在這邊演過 你最早的時候是 連我瘋狂電視台也在這邊 全民大劇台 我反而是很很晚才在國務劍館演出 是喔 我大概是三年前 我們一般不能太晚 這邊都十點以後都 要罰錢 對啊 館長在這裡也知道 對啊 館長跟網路上看的不太一樣 怎麼那麼瘦 都吃青 喔那不一樣了 對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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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發現館長的臉型很像國父耶 對啊 到時候我們就省一張照片 館長拿個框在那邊 其實這個拿個框 都是我們以前在模仿秀上面 以前是演過的 啊 演國父 很少看到遺體會自帶畫光 自己帶個畫光 自己帶個畫光 然後自己講 那你剛剛講說 你比較晚進國父紀念館 對啊 我舞台劇有演出很多場 但是都在別的場館 我大概是三年前 第一次在國父紀念館演出 喔 新年就快樂了 不是 文我馬娜娜 喔 這是國父紀念館 第一次來到國父紀念館演出 是 那以前也是來這裡 參加團獎 是 2003年我得到這個 最佳綜藝節目主持人 2003年 在這邊有觀眾 那年我們 每次金鐘獎 要進行大門鍋那一關來就 很熱鬧 長達十年 我們都大概在舞台的右手區那邊 在那邊叫囂 那一區的座位已經是 就包起來了 對 有一年沒有 有一年缺席 是因為中天電視台露爆 金鐘獎露爆 有一年 對對對 2004年 所以其實我覺得國父紀念館 對我們有一種很特別的感情 就是它像是一個 在劇場界來講 是一個指標 那在演藝圈裡面來講 更是一個光榮 只要登上舞台 不管你是像在這個三經 我講就是 能夠以入圍或是什麼 甚至我們也是當表演者 頒獎人 然後國父紀念館 就是我們 大家每年一度的那種 就是會大概 聖會 對 就在這裡 然後國父紀念館也是一個很 很棒的一個劇場 就是說 在整個側台也很寬 然後後台 側台算寬 對 經理在上 側台寬 是因為 比較沒有在賣票 嗯 比較沒有在賣票 哈哈 我就說 等一下跳過 跳過 好 希望大家支持 大家講最鼓勵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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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一 Critical